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孙春平本人也是南加州的资深政治评论员 经常在电视电台做重要的访谈嘉宾 本周实际上孙律师你看一个就是穆勒的报告 在昨天也就是美国的时间周四公开了 另外就是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失火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穆勒的报告 因为你是律师啊 这个你怎么看 好 第一次来到魅力中国这个做节目 首先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问个好 大家这个早上好 另外呢这个维斥呢也是我的大哥 而且是非常资深的这个媒体的记者啊采访啊 他我们很多合作很多次 今天第一次跟他在这个魅力中国做节目感到非常高兴 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是一个有两百年历史的这种 这个所谓的这个新型大国吧 那他的这个整个结构呢是一个所谓三权分立 我们可以很难想象一个在任的总统呢 会被一个独立检察官的 以这个通俄门 这个通俄门实际判过罪 对吧 这个来调查 调查以后经过差不多三十三个月的时间 出了一本四百页的一个报告 叫穆勒的报告 就穆勒的报告 穆勒的报告呢 这个出的这个这一两天 美国主要媒体就是根据这个穆勒的报告来的 我们知道呢 美国有个新的司法部长叫 叫威林巴尔是川普总统任命的 他呢这个做了一个说明说呢 整个这个报告有两点 就是说第一点呢 他没有没有跟俄国人合作 对吧 没有collusion 第二点没有那个阻碍司法 所以整个是这么一个结构 所以这个报告呢 大家等于这本书刚刚被翻开 还在继续发酵 我们在过去未来的这个 一个月甚至未来的一年中 都会受这个报告里边的这个内容呢 大家都一直会在 美国各样的媒体持续的发酵 看大家怎么解读 这是今天我们讨论题目 对吧 对对对 这个实际上这样 这个刚才你谈到这个司法部长 这个中文翻译是巴尔 对巴尔 对对对 那么这个报告出来以后 当然了这个像这个纽约时报 对这个路透社 这些呢 因为他们一直是被认为是有点左侵 还有CNN CNN 对对 就是说这个 从纽约时报和这个路透社的报道 他们的结论呢 就是说这个 是这个通俄门 这个俄罗斯存在着一些这个对当年的大选 对一些干扰 对 那么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没有直接证据呢 来证明这个这个 就是说特朗普主动地和这个这个俄罗斯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对 第三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特朗普确实有干扰 这个图沃门调查这样一个行为 因为这个最近呢 就是这个阿商奇被抓了 这个货团呢 这个阿商奇 所以我们应该加点这个下词 对对对 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 现在报告出来以后呢 民主党也好 或者是这个倾向于所谓左倾报纸 对 对媒体也好 这个和这个FOX这些呢 或者共产党呢 对这个报告呢 看法不同 我想你刚才谈到400多页 我想基本上没有人 谁能把400多页的报告 完全看过一遍 看过一遍 那个目前呢 是这么几点很重要 就这个报告呢 它到底呢 里边还有些设计 因为它只是一个报告呢 它众议院有两个委员会 情报委员会和48委员会 都民主党掌权的 它叫小的报告 他说我们要来 这个所谓传这个 所谓穆勒去听证 这马上要讲 这个我们接下来可以往下讲 对 听证的目的就是说呢 现在那个穆勒呢 这个人呢 这个大家可能不太 他原来FBI的头 他有个好朋友叫Komi Komi呢是比你还高 这个维师大哥个很高的 1米8 Komi将近2米 当时呢就是这个 Komi被川普叫的单独吃饭 吃饭之后说 哎呀您要对我忠诚啊 这个Komi写了一本书 叫第二种忠诚吧 就是我对你呢 是我主要对美国来忠诚 结果呢 Komi这个人马上被解雇了 解雇的时候呢 他在给我们加州在给FBI做报告 人说你被解雇了 他一回头他开什么玩笑 就他被解雇了 这个在美国历史上 绝物金勇 自己把这个 因为FBI这个联邦调查局 是美国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行政单位之一吧 管国内的所有的行政单 那那个当时这个据说 这个川普总统FIRE的时候 他手下都很拍下 因为没有一个在任总统 会愿意得罪FBI FBI最有名的一个人叫胡佛 对当过了 这个胡佛呢 他经历过五任美国总统 所有美国总统都怕他 因为什么 所有美国总统的私事 方法别他都知道 所以你得对FBI这个头 Komi和Muller又是好朋友 因为Komi当过 美国司法部的助理副部长 当时Muller是FBI的director 他们俩关系非常好 所以这个关系呢 就是大家会影响到 但是Muller这个人有一个特点 他每次吧 穿一个白色西服 非常的一本正经 而且很有钱 越南老兵打过招受过伤 所以他个人来讲呢 你从Muller 你要看看Muller这个人本身 就对他 川普这个人呢 他很烦 但是他又是一个很优秀的律师 所以他做了一个报告说 第一没有直接证据证明 他有通俄门 第一件事很大 因为如果有通俄门的话 美国是判国罪 吹是判国罪麻烦了 第二件关于阻碍司法 没有证据来讲呢 就他自己说 我们没有证据来证明他有在司法 但我们也不能说没有 他无所就把这个留了一个门 留了一个门给谁呢 给国会 因为作为一个美国总统的话 他手下所有的律师啊 他的计划全被判罪了 他自己还这么好 对吧 因为我们不能美国总统有一个特点 不是光从法律上是有问题 就当天我们叫克林顿也被搞过一次 所以那个STAR 就现在拍不在那个Dean 叫STAR 是拍不在Law School的Dean 他把搞的那个克林顿很狼狈 但是克林顿毕竟是私事 对吧 这是白宫反正有点两人之间的男女之间事 小事 这个事就不一样 因为我们知道俄国和美国是宿敌 如果这么搞一句话的话 那讲来你俄国就等于控制了美国的核心 总统都是我的人 对吧 所以这一点特别害怕 所以川普总统收了一个 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本身 70%川普总统是赢了 为什么呢 就是我没有通俄 第二 阻碍司法这个事 我作为总统 你有很大的discretion 我可以随便fire你的 对吧 我可以fire call me 只有我动机是什么 那是另外一个事 所以说民主党现在 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等于在民主党在剩余的时间里 他会怎么样来应用这个报告里边 提出对川普总统 这个不利的一些东西来进行挖掘 这是下部门看的东西 对 这个实际上木论报告本身呢 除了这个有关所谓的同国门的一些调查以外 那从我觉得从侧面反映了白宫这个地方 这里边这个权力之争 或者是这个特朗普和他底下这些关系 对 特朗普这个商人以后 自动辞职的或者被他fire调的白宫的幕僚 包括部长级的大概有三十多个人吧 对 应该是这样 那这个在这个就是在他这个部门报告当中呢 其中也包括这个有些人呢被判刑了 就涉及到这个比如说这个竞选经理 对 这个这个叫叫马什么 马斯拉他就英文我就中文不知道 然后呢还有他的这个那个律师 这些人呢都被判了 那这些人呢在某种程度上 或者在很大的程度上呢 对联邦政府在调查过程当中 其中一项很重要的罪名就是撒谎 对 这个撒谎呢就是说 这个我觉得这个特朗普也很神奇了 底下的人都被判了 对 他本人呢却这个豪化无伤 对 Lie to the FBI investigation 一个重罪 就是他们所有人都是Lie to the FBI 对不对 这个东西但是到美国总统 应该有更高的这种道德标准 反而呢就是他的底下的人呢 比他犯的罪还小被判了 对 他自己呢就最简单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 他给那个钱的事 对吧 就他给那个封口费 就是那个hush money 对吧 他的律师说我这个钱一兑确实是兑上了 就数字是兑上 但是他说那不是我给的钱 那他自己愿意给的 那个律师费那是我之间 跟我给的律师费 对吧 就是川普总统做事还是很有一些门道的 他没有从 我知道我看那个在那个作证的时候呢 川普总统说 我没有这么做 对吧 他用眼神告诉你 但他嘴上呢 他就说的 他就很会说话 你应该知道他很会 因为川普总统一生 这个在商人时候也被起诉过 也被做过 就他这个司法人还很熟的 就目前你抓不到的直接证据 这是很麻烦的 但是呢 我们知道还有一个最大的 这个我个人还有一个感觉 就是通过这个调查 我们知道的美国有个大的原则叫 Nobody is above the law 没有人会高于法律 including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包括美国总统 但是美国总统因为他的权力和他的一个名望呢 他可有比一般人更容易逃脱法律的这么一个机遇 对不对 结果他在政治时候你不能起诉 其实民主起诉 他有个豁免权嘛 至于说以后他怎么样很难讲 就包括我也 我觉得方文宗做了几件事 我也觉得就大跌眼镜 司法部长 国务卿 国防部长都被开掉了 而且是不给情面的开掉 这个都是他以前的好朋友 甚至是他以前帮过的人 所以这一点来讲呢 我觉得他结了很多冤家 不是光是民主党 其实民主党跟他还没有那么多缘 我先就是有一个想法 就是这几个坐在监狱里边的人会想 当年川普总统如果不当总统的话就好了 对不对 这些人也不会被起诉 但律师也就老老是坐在这里 商人挣点钱 这个也就是说当时他一个想法 他自己呢不知道他会当总统 我们知道写川普总统做书的有差不多十几本 当时他不知道他当总统 所以当总统大家一愣 没想到总统以后 因为摸了这个调查以后 把他所有周围人全都斩炒 这个事为什么呢 我个人觉得是川普总统 就是也做事呢 可能也有他的一个风格 他讲了他万一不当总统了 这事就麻烦了 所以像他来讲呢 必须2020年拿下总统保护的 要不然的话一个民主党当了总统 你想想 这调查起来可就麻烦了 对吧 那这个川普呢 确实现在看呢 有意要竞选连任 当然了最近这个民主党 包括桑德斯这些 这个自身这个参议员 大概能有20多个民主党人 要出来参选 现在这里边有一个 就是说这个议题 就是川普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在美国选举 要争取拉丁裔的这个选票 很重要 那川普你是坚决反移民 而且是坚持要赤字几十个亿 要修这个边境墙 对 但从这个我们 在我看来 这个修边境墙 其实你说能挡住 这个非法移民 我觉得还是挡不住 挖地道跳都可以 就是川普为什么始终坚持 这个就一直把这个作为议题 而且这个我看美国媒体 都评论说 这个议题一直会燃烧到 这个2020年的这样一个选举 对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 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我最近来了一个客人 这个客人 我这个是从这个偷渡过来的 这个来咨询 我说你怎么过来的 他说我坐直升飞机 坐飞机过来的 坐飞机什么飞机 小飞机 小飞机有个翅膀 一个脚一卷 嘟就过来 当时过来被抓住了 我说这个墙毕竟再高 你也不如那个飞机高 现在来讲 就是说还有坐船 坐潜艇 这个是一个姿态 我是觉得川普总统 我们回到目标report 就是说 现在选民有几种 选民 共和党的选民 肯定是对report的 就更加坚定 川普总统没有问题的决心 民主党很多人很奇怪 他认为这个report 也是对川普总统 也是给了一个肯定的 我的感觉 共和党现在 民主党现在 咱们讲讲民主党 民主党群怒无首 我觉得桑德斯和拜登 都太老了 老白人 对吧 今天的消息 我看拜登 要出来选 要出来选 因为他最近好像 跟女性过于亲密 对 拍截 这个事我们现在 美国有个很讨厌 叫性骚扰 对吧 现在你见到女孩 你躲的远一点 对吧 你一碰到他就性骚扰 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过 对吧 当然不是我个人 意孔之鉴了 有的时候 以前美国的国家 正相反 大家拍一拍 现在就是西方的一个 很自然的事 对对对 男的你不能拍 男的拍你同性恋 对不对 女的在拍拍吗 我觉得现在反了 现在你一碰到 因为me too这个事 对 当时me too 有一个就是说 这个事会不会过了 我就觉得 我觉得没有我自己的一个这种想法 但是因为我从中国大陆来的 中国大陆 大家不知道 可能是大家都有个经历 挤电车 挤地铁 对吧 地铁上有很多话事 但是这个大家在东方社会 人体接触好像挺密的 是一个很正常的事 因为美国他这个比较好 空间比较大 就是可以享受的空间 所以但这个事有的时候 我就提起来 拜登就是如果因为这个事 他非常倒霉 我觉得拜登这个人 还是没有什么话号事 对吧 对 奥巴马 克林顿有过 奥巴马也没有 就是说我们觉得 川普总统呢 有一个特点 他在道德标准上呢 很多人烦他 因为什么他人 他不能代表美国 代表这个美国比较下 下一代那个东西 对不对 对 但是他这个政策 我觉得有一些呢 从这个国家 他还是做了一些政策的 我觉得个人以后 在这件事是这么一个情况 什么是美国 老百姓最关心的事 医疗 国内的事 对 拉丁裔的是移民 移民 对不对 包括这个我们华裔也是移民 对 甚至呢 有一些这个 我们知道 现在美国对这个 留学生对这个核行业在限制 H1B呀 高科技呀 这个千人计划呀 就这里边也是开始限制这个事 所以我觉得这个 喜忧参办吧 对吧 中美贸易战就不用说了 对吧 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Muller Report呢 在这个回过头来呢 对美国总统大选呢 是一个很有看点的东西 我倒是觉得民主党如果想赢的话 一定要找出一个强烈的 一个一个竞争人 然后提出一套赢自由的办法 我个人一测哈 如果在过未来两年 美国老百姓这个钱包缩水 大家觉得物价飞涨 也可能就会把川普总统选下去 如果在未来两年 美国经济持续好转 而且呢美国这个这个老百姓这个有实惠了 也可能川普总统会连任 所以这个目的报告 最近发酵到什么程度 确实我们还值得值得关注 对我们这个就刚开始嘛 等于是 this is the beginning 人说不是end of beginning 是beginning of the end 是beginning of the beginning 开始的开始 对吧 另外就是这个法国当地时间 好像4月17号吧 对 这个巴黎圣母院这个大火 那个那个塔尖呢被烧毁 巴黎圣母院发言人表示 大火大概是在当晚18点50分 从建筑的顶部结构燃起的 现场不仅有着猛烈的明火 还能看到深入空中的滚滚浓烟 火灾发生以后 圣母院周边 尤其是圣母院所在的 西带岛上的交通几乎完全中断 警方也封锁了通往圣母院的各条街道 这是一个很大的事 但是呢实实在在讲 我也是对这个事呢 因为我不是基督徒 所以可能没有那种感受 对 你要是如果是个基督徒 特别是一个天主教徒 对吧 这个事就是 怎么说 就可能就是 等于他们心中一个最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个之一 他不是Fanikon Fanikon 意大利是 对 是 是那个Peter 罗马达教堂那是最大的 这个因为什么呢 他比较在 他在这个文艺作品中出现的 比较多 对 这个余果的巴黎圣母院 对吧 余果的 对吧 对我们最小的时候看那个巴黎圣母院 就是这个 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巴黎圣母院 后来才知道 Northam是圣母的意思 对 所以巴黎圣母院的那个 当时有一个这个驼背的一个 开门人 对 救了一个基督徒 美女 卡木西环 哎呀 就阿西摩托 阿西摩托 阿西摩托 对吧 这个这个基督徒 那个女的 意大利演员 这个 罗兰演得非常漂亮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大陆 这个好像看的外国电影不太多 对 那个印象非常深 对 所以现在回过头来呢 因为我女儿去法国 我还没去过法国 她说我去过这个地方 说非常好 所以这件事呢 我觉得呢 倒不是那么大的一件 怎么说 我们活在当下是很大的事 因为现在社会 它整个这个 我们知道故宫也是重新修过的 甚至修了比还好 只是911没有修 911这个事 这个因为它另外一件事 对吧 这个这个事呢 所谓还是一个天灾人祸里 不是故意的 现在好像看起来好像 不是人为造成的 对吧 当然有很多了 说什么S 什么这种事 是他们做的 我个人觉得还是一小事故 那这个事故就好听一点 如果真是说一个什么 异教徒 把它点燃了 然后就在寻掉了 那是这玩意 反正我个人觉得 第一呢 是一个很不幸的事件 第二以以为界 特别是有这个 特别名胜古迹的 这个事很奇怪 就能烧这么久 而且没有什么措施 这我觉得很奇怪 对吧 这个这样 就是说这个这件事 出来以后呢 因为毕竟现在社会呢 世界各地联谊都非常紧密了 对 现在这个开放 大家很多人都去过 对 你去过吗 我去过 但是那个时候呢 我那相机很差 排出来这个东西呢 也不知道哪儿去了 那我应该很早 很早去 很早去 就是说这个事呢 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850多年的历史 我觉得现在越来越紧密 世界越来越小 所以关系的人自然之多 如果30年以前 世界以前可能大家没出国 可能都不知道 对吧 对对对对 那么因为这个法国呢 目前出于一个 就是说这个什么黄北心 第23次这个大游行 对对对 另外呢 由于这个欧洲对于移民的政策 特别是穆斯林 对 那么在网上就有人把这个事呢 和穆斯林的仇恨犯罪 联系在一起 对 当然我也看了 就是你看整个空中 就是实际上它那个火呢 确实从上面烧起来 那你说一个人上去 拿油瓶子点 这个基本上是不大可能 对对对 这就是 但是有人就确实这么联系起来 所以这个呢 就是说一个这个 就一个事故吧 包括像中国 包括像美国 有一些一些公共的事故 可能本来的就是一个疏忽 或者一个比如 现在最多的说法是电路起火 对对 那很可能就 由于政治的观点不一样 社会的这种这个不平等 或者社会的这种情绪 就很容易把这些事呢 连在一起 但好在呢 我觉得这个法国在处理上呢 还是就是说这个马克龙 当时就是说警方 马上就宣布 就是这个电路事故 对对对 怕这个事呢 引发起社会上的一些 这个仇恨的一些东西 因为穆斯林确实是 在法国呢 这个对法国的民众 就是比如说 穆斯林枪杀那个 有个叫查理 周报的那个枪杀商人 是是是是 那是确实 对对对对 有一点像我们的很多 跟老末的就是 主流时候不太喜欢的人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事呢 就是说如果一个事 一个突发事件控制不好 导致社会问题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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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觉得这个法国这次事件呢 处理的不错 处理的还算不错 就没有这个这个把这个这个矛盾 集中在这个 比如说这个是社会怀疑 阴谋论吧 是是是 解析也搞破坏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呢 我发现这个这个 这件事发生以后呢 这个中国啊 包括故宫啊 一些文物古迹 也发出通知了 很好这个事我第一个真想到 万一这你还故宫的全木质结构 对对全木质结构 所以你看就这个肯定是一个 就是因为这个巴黎盛盟 着的是很很很意外的一件事 你我是总觉得那些地方不应该着火 对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就是当坑龙大教堂当时被炸掉了 反正我是学着专业的 这个我是学中世纪史的 这个没当律师之前 这是法国史嘛 英国史那时候 这个这种教堂很多了 对吧 但我我看过几个 这个这个就是这种 据说意大利教堂也更多 他这种是哥特斯的第一个 第一个哥特斯的教堂 而且呢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 这个没有被破坏 他是当时作为仓库 然后呢 这个在这个二战期间 据说在希特勒叫灭亡的时候 命令那个守居想损坏 后来那个住所在那个手机的司令 没有执行过 所以把这个还好保存 结果这场大火很不幸 另外两年以前巴西有个博物馆 这个也是大火 对对对对 那个据说那里边这个有很多东西啊 也是非常这个 这个文物这个事儿是很可心 其实我觉得现在目前最乱的是中东 对吧 对对 埃及好像还好 就是在伊拉克那两河流域一些 这个这些古迹啊 包括这个打仗以后 这个没有报 伊斯兰的那个 伊拉克的那个 那个博物馆 博物馆都没有了 对对对对 这里边就抢掉了 所以这个事儿是挺可惜的一件事 嗯 另外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再简单聊一下刘强东这个案子吧 在这个案子去年八月份的事儿 然后呢 这个话来就是说 这个没有起诉 这这有点意思 对你稍微帮着你的律师 这个说呢 就是在形式上呢 你要达到一个举重的标准 就是叫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大家几乎认为就是他干的 但是举重的标准比较低 就不太容易 检方认为如果上去以后 他说他愿意跟我睡觉 对不对 但是民事标准就比较低 就是more likely than not 就50对50对49就可以了 我们举个例子 大家最相似的律师 我叫OJ Simpson 就是94年 OJ Simpson当时呢 被起诉 刑事起诉 12个陪审团 有一两个不同意 结果他没有起诉 后来民事起诉 都赔了800万 因为民事起诉的话呢 9比3 就民事起诉以后呢 他就认他呢 有过失杀人 就是当然这个民事起诉 就是罚钱了 就是在美国 如果你 一个当事人控告你强奸的话呢 警方如果不立案 有他的原因 因为什么 他在这个 好像就是在这个女孩之间 他就认识 认识理论来讲 也可以说呢 你强奸我 甚至在美国 这个夫妻也可以有强奸 说我不干 你要干 是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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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是yes 对吧 但是呢 对于男女朋友来讲呢 他一般来讲 在这个特别是大都市 我们在卢山基 我们也碰了过几次 就是小男孩 小女孩 男女朋友 女孩说强奸 警察抓起来 抓起以后呢 你上法庭 检察官不愿意起诉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 人家认为 你这个男女朋友之间 强奸不太容易 你认识 你如果不认识 你给绑架了 抓起来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在民事就低一点 民事以后你说我这个不情愿 对吧 所以刘强东这个事呢 我个人觉得呢 他有可能会和解 和解金额在什么程度上呢 就看他的 因为他毕竟是所谓的名人 对吧 所以这个在这也是刚开始 所以在美国大家知道 如果你报警以后呢 检察也可以行事起诉 如果行事起诉不了呢 也可以民事起诉 我们也起诉过当时这个 这个我们也接触过这种案子 所以这个案子呢 我个人觉得如果刘先生 他这个比较聪明的话呢 就是找一个律师 私下和解 赶紧把这事过去就算了 这不是什么好事 对吧 这个事呢 也是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一个教训 对 美国这种这个社会 对不对 你这个 这也不能说是 在大陆就可以为所欲为 现在大陆不行 大陆全都是身上头 所以大陆这个 你机女店开房也不行 对吧 现在国内也比较严 而且开始有个意识了 对 所以这个一个企业家 除了事业成功以外 个人的道德水者 还是要提高的 对 这要节点 所以说你像这个 包括庄普总统以前的一些事情 对吧 所以大家很多民众非常的反感 特别共和党一些老臣 因为共和党这个比较传统 亦夫亦妻 对吧 所以他也看不惯这事 所以说这些事都连在一块的 这个怎么样一个作为人呢 这个要节点 小心吧 加起伪伯做人还是比较重要 对 好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 好 下周我们再和盛律师继续为大家点评这个新闻时事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再见 Audio receive 8 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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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공 这 这 这 感谢观看